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丹凤 欢迎来到The Secret Wine Society中文区 跟丹一起学习葡萄酒 从葡萄酒杯领略世界各地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法国的南部 Langadang, 兰格多克 然后我们要去学的是他的一款叫 Carrie Nyang, 加利尿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标签 So他这个标签非常的简单 Domaine de Carbet Campus Domaine de Carbet Campus 是他的那个厂商 葡萄酒厂商 然后这一款酒叫 Rock de Cargnon 然后年份是有1.9 2013年 看一下后面 他的主要的是95%的加利尿 然后还有5%的Grenage 然后这个地区是那个AOC Saint-Signan Saint-Signan 是那个Langadoc的一个AOC 然后他的酒精是13.5度红葡萄酒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款他有很多的那个酒渣 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filter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款葡萄酒的颜色 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看他因为是那个加利量 他是那种颜色非常的浓 很深的那种颜色 然后你看 有一点点剩的酒渣 首先闻一下他的气味 他的香气 今天我们学了 他这一款的香气 跟平常学的那种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是相反 他不是那种果香味 他是那种比较那个 肉味 然后有一点点木香 再看一下 有一点点甘草的那种香味 然后土壤啊 然后雨后的那种森林的那种 森林的土壤的那种感觉 这个地方 他是那个黑片岩 他的土壤是黑片岩 主要的黑是黑片岩 然后听说是那个对葡萄的那个生长不是很有力的环境 所以葡萄藤要生长的话需要挣扎一点 但是在葡萄酒界葡萄藤越挣扎 那个环境越艰难 酿出来的葡萄其实是比较好 因为跟我们那个人一样 如果有经过生活的一点挣扎 然后有一点点努力的那个生活的话 会有时候比较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生活太舒适的话 感觉是那个比较那么辣 比较懒 然后不会就是没有动力 没有上升的那种动力 所以这一个地区的话 他的那个土壤听说是那个对葡萄的话 葡萄需要那个比较努力生长 然后他的葡萄藤是那种比较老的葡萄藤 最年轻也有50岁 然后最老的话大概110岁 所以他你可以显现在他的那个葡萄酒味里面 然后他这款是2013 所以在瓶子里面已经有发酵了一段的时间 从那个香气来说感觉可以感觉得出来 再闻一次 这一次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香菇味的那种感觉 试试看大家的口味 这一款他的算是那种比较开胃的那种感觉 不是那个甜的 他的那个果实味跟那个酸度啊 然后跟丹宁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他的那个丹宁非常的柔和 他的果实味比较复杂 是那种黑果实很浓郁的黑果实的味道 又有一点点土壤味 再试一试 可以感觉出那个岁月的感觉的沉淀 可以感觉出那个岁月的感觉的沉淀 但是是因为他的酸还是很高 所以那个是算 不是很冲突 但是是一款很成熟的一款酒 现在喝刚刚好 他的这一款当时如果刚出来的 新鲜出炉的时候 可能不是应该会酸度太高 然后有点难入口 但是经过的时间 现在喝刚刚好 如果单独喝的话不错 因为他的丹宁很柔和 但是如果你跟肉类啊 一起搭配 这个会是一个好搭配 well 我今天学到了新的 叫Kerry娘加力量 然后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跟我一起学习葡萄酒 圣诞节快过了快来了 所以希望你们圣诞节快乐 然后帮我点击按赞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